以美國為所有的自由世界國家 現在他們我們這些集團 包括歐洲非常詛咒 避免全球走向公平 避免足底競爭 避免國務環境 所以大家 如果看到新聞打開 看到那些歐盟國家一天到晚在開會 在講什麼 在檢查檢查 不只歐盟在講 美國也在講 中國也在講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貿易規則 避免就是這三點 但其實這個挑戰很大 包括很多國家的行政司法立法體制 都尚未見確 包括像台灣 我們的立法跟行政 有沒有辦法跟上歐盟的腳步 有沒有辦法跟上包括聯合國的一些公約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努力當中 也不是只有台灣這樣 更多國家也都是 在行政司法立法上面 也都沒有辦法完全去 還在都在 大家都還在這個結束跟國 在這個結合過程當中 那另外在開發中國家 很多對這種高標準的貿易價值觀 並不適應 那這我就不多說了 那這個是蠻常見的一個問題 那最後呢 這個產業供應 供應鏈都相當的長 不同意義全部達標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想像 譬如說一台電腦裡面 不是只有晶片 它包括機殼 它包括它有塑膠 塑料 那這些塑料 並不是說台積電還是人保 它自己就可以做了 它一定後面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供應鏈 才有辦法做出你的鍵盤 所以那供應鏈越長 邊長莫及 我們就不見得管得到 所以這些都是在貿易體制上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對台灣